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女举止亲密 每一次都会招来嘲讽吐槽的声音 而万子良完全不在乎 依旧我行我素 在做人做事上始终以高调示人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晒出65岁影帝万子良的近况 引起不少网友的关注 该网友不仅晒出了万子良的最新视频 还配文写道 万子哥开心的像个孩子 从视频来看 65岁的万子良被欲擒人围在中间 他当天头戴黑色绒帽 上身穿了一件黑色的皮夹克 里面搭了一件铜色系的毛衣 脸上还戴着一副框架眼镜 而万子良手上戴着一双深蓝色手套 脚上却穿了一双红皮鞋 颜色都挺显眼的 只见万子良全程盯着屏幕 脸上堆着笑容 看起来有些呆呆傻傻的 他一直保持着傻笑 但网友们却觉得万子良眼神有些茫然 如今年过六旬的万子良 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 皱纹比较明显了 当他笑作一团的时候 一双眼睛眯着 少了年轻时那种惊奇神 可以说是老太尽显了 更令网友感到奇怪的是 万子良周围的工作人员 表情都挺正常的 大家都簇拥着万子良 也不同程度地盯着屏幕看 却没人像万子良那样 一直傻笑着 而镜头一转 才发现万子良他们盯着看的屏幕 正是他们一群人刚拍完戏的片段 工作人员正举着平板电脑给大家看 不知万子良是否是想到了 拍戏中的趣事 才会全程都在笑 对此不少网友觉得 万子良在人群中独自傻笑的样子 有些甚人 担心他是否有精神问题 还有人认为 万子良这些年频繁营业 到处商演赚钱 感觉都没有怎么好好休息 毕竟他年龄不小了 还是需要适度休息一下 前不久万子良还被拍到参加某聚会 他在饭桌上显得十分兴奋 一边和友人聊天 一边手舞足蹈地比划着 看起来情绪挺激动的 虽然万子良当天穿着低调 但脖子上却带着一条大金链 手上也戴着一个宝石戒指 依旧显露出贵气 当时网友们发现 酒桌上不少好酒 看着万子良如此兴奋 都担心他是不是喝酒太过所知 而在七月底 万子良又被拍到排队做核酸 当时的他不仅对着镜头打招呼 还在做完核酸后 对着后面排队的人群 匕首画脚地说着话 可大家却没有搭理他的说话 显得挺冷漠的 因而有网友质疑万子良的精神状态 还猜测他是不是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了 才会变得神神道道的 众所周知 万子良可以称得上是香港影视圈中的老大哥 他早年在香港演艺界地位极高 他还一首提拔周星驰进军电影界 有与生俱来的大哥风范 老戏谷万子良早年曾为观众带来无数经典作品 比如望角卡门 赌王 蛊惑仔之战无不胜等电影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强大的气场 万子良收获不少忠实粉丝 可能是因为年轻时工作太拼命 万子良在晚年落得一身病 他患有糖尿病 痛风 胆固醇过高等疾病 身体状况大不如前 不过万子良本人并没有把这些当回事 现年64岁的他仍然拼命工作 还烟酒不济 生活十分充实 前段时间万子良来到内地工作 经常和友人外出喝酒吃肉 有一次他与友人聚餐 手里拿着一根烟 面前摆着一杯酒 脸色通红 看样子喝了不少 不光如此 他还十分喜欢参加商演活动 不管是大商场还是小酒吧 万子良来者不拒 只要有邀请就会前去表演 早前他现身某个活动现场 可能是因为太疲惫 人差点昏倒了 吓得周围工作人员赶忙上前搀扶 而且他登台表演的时候 一度站不起来 靠主持人的搀扶才勉强站立 那个时候就有粉丝让万子良 好好调理身体 不要再到处伤演了 不过万子良本人并没有在意外界的声音 其实近年来相类似的活动 他出席了不少 身上的白色西装经常亮相出现 看到这般亲民的万子良 在对比同年代的周润发 不仅有人感慨 其生活过得如此落魄 已经63岁的高龄 为何还要这样到处奔波呢 按理说 万子良从20岁出道以来 主演了不少影视剧 就算不是家财万贯 也应该富裕有余呀 尤其是31岁 他力压周润发 一举拿下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可谓名声大噪 就连如今赫赫有名的星爷周星驰 都是靠万子良一手提拔上去的 可想而知 那个年代的万子良有多辉煌 戏里戏外的大哥可不是白叫的 然而这一切自从和前妻离婚后 就迅速发生了转变 在事业最盛时 万子良和甜妞因戏结缘 在邵义夫主持周星驰当任伴郎的状况下 二人携手踏进婚姻的殿堂 尽管那时甜妞结过一次婚 还和前夫有一个女儿 可万子良喜欢她 便爱屋即屋 事业顺利 家庭美满可持续不到四年就草草收场 虽然在公众场合二人表现得十分恩爱 万子良对女儿的喜欢一出言表 可最后仅一句性格不合就交代了事情全部 就这样两人的婚姻落下帷幕 随之而来的还有事业断崖式的下滑 认识小16岁的娇妻时 万子良早就过了最辉煌的时刻 可对于女孩来说意义非凡 她叫郭明黎 是南方航空公司的一名空姐 据她曾经在采访中说 12岁时看了万子良主演的流氓大亨 就此变成了万子良的影迷 1996年 在和前妻刚办完离婚 万子良在新加坡拍电视剧时 就遇到郭明黎 当时郭明黎和一帮朋友在逛街 看到偶像在那里拍戏激动得不行 强忍着按捺住内心的兴奋 最后空姐朋友们提出 请万子良同去唱歌 可对方就这么简单的同意了 那时万子良已经39岁了 郭明黎才23岁 正是青春的年纪 可能在现实中看到偶像 郭明黎的激动可想而知 在这次KTV之行中 他们二人有了简单的相识 万子良也没想到 自己这么轻易就会再度爱上别人 那时他们只是暧昧 却从未有过任何的关系定论 毕竟年纪身份都有太大的悬殊 可在1999年春节 万子良不远千里 去专门找了郭明黎 二人才真正确定了男女恋爱关系 经过三年的爱情跋涉 他们于2002年举办了婚礼 这时万子良已经45岁了 妻子29岁 其实没有多少人看好这段姻缘 毕竟相差16岁的鸿沟 思想境界 出身背景更是天差地别 这样两个人又能在一起多久呢 可时间一天天的流逝 他们似乎还是当初的感觉 婚后不久还有了自己的儿子 生活看起来过得十分不错 对于万子良来说 事业虽然没有从前的精彩 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足够了 即将年过半百 还能有小娇妻 有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生活太幸福了 她很珍惜拥有的一切 也在守护着这姗姗来迟的幸福 却不曾想幸福这般短暂 婚后为了能给妻子更好的生活 万子良正式进击商业权 虽然跟着好友投资了不少生意 可一个个都是收益惨淡 做得十分不成功 无奈万子良只能继续做从前的工作 把这份不温不火的职业进行下去 可随着年纪的增长 万子良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从2016年开始 万子良就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 体重也因为病情飙增至200多斤 看起来十分沧桑 小妻子却是一直不离不弃 守候在病床前照顾她 这令万子良十分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个月过后 万子良的身体情况稍微稳定住了 可为了生活她马不停蹄地付出继续工作 当然也不能和过去高强度的工作相比了 现在只能接一些简单的邀约 怕身体承受不了 其实这个年纪还有这么严重的病 不少人说过让她早点退休吧 反正以前赚的养老金足够了 可对于万子良来说 妻子儿子的未来还很长 以后孩子上学结婚都要钱 可妻子早就为了照顾家庭辞职了 一个家庭主妇哪来的收入 为此万子良必须努力工作不能退休 给妻子多赚一点 以后她的压力就小一点 况且自己还生病 估计再过几年 医药费什么的更是花费巨大 用钱的地方这么多 她怎么就算再劳累 也必须坚持 时至今日 万子良已经65岁高龄了 在外奔波演出 妻子偶尔也会来看望她 可每次同框 因为病情更加老态的丈夫 和原本9小16岁 保养得到的妻子 放在一起 简直不堪入目 这哪里还像夫妻呀 其实万子良一直都明白 娶小16岁的妻子 老来得子必定经济压力很大 往后的时间 她还能陪伴家人的时间 又能有多少呢 所以这大概就是最初见面时 明明喜欢 却推迟三年才表白吧 众人唏嘘她高龄 却为钱奔波 可万子良心甘情愿 就算再累也幸福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哟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